近年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云端运算等新兴科技发展得很快 各行各业都很缺乏IT专才 承大电脑科学系就是扶养新一代的资讯科技人才 到底读这一科会有什么特别的学习体验 今天我请来一位承大电脑科学系四年级的学生 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他的校园生活 Kenton 你好 Hello David 先生 可否和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当初会报读承大的电脑科学课程 可以啊 我当初是看上了承大电脑科学的课程内容 它当中包括了第三年的实习 因为工作经验对于资讯科技这一行是非常重要的 个人都认为一个丰富的学习经验 就不只是包括课本上的知识 一个充实的校园生活和不同的活动都是非常重要的 成大电脑科学的课程的安排上 都可以帮助到我们去fast track我们未来去找工作 因为毕业的时候已经有一年 在大公司的工作经验其实都给到我们很大的优势 另外我也看中了城市大学非常丰富的交流和游学的机会 我也知道大学是很鼓励同学去外国进行一个学期的交流的 而且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资助和奖学金给我们 帮助我们去减轻我们的经济负担 除了这些学期交流之外 学校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游客团 例如有去美国植谷的暑期团 又会有不同的考察团 都可以获复到我们的眼界 我知道你去过英国做交换生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次的学习经历 当地的校园生活和环境又是怎样的 首先最大的分别就是当地的学习压力 就比香港小很多了 因为每个星期要上学的时间都是少很多的 而且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就是我去的大学的课程的安排上面 所有学生的礼拜三其实都是不会有堂上的 因为他们其实是鼓励我们在礼拜三的时间 去参探不同的科学活动 而且因为学校的规模非常之大 而且学生非常之多 所以就会有很多淋淋种种的学会 当中有一些都很有趣的 例如我发现有鑑证的科学会 有个DJ的学会之类 另外当地的同学都对我非常之好 尤其是一起住的宿友 他们都很热情地去招待我的 那边的交通因为不是很方便 不是大城市 所以要去超级市场买菜的时候 都不是很方便的 他们都是预认了你要驾车的 但是因为我是交流生 所以当然就没有车了 他们都很主动地去邀请我 跟他们一起去买菜 车买我 觉得是很有人情味的 听你的分享 整个交流的体验真的挺有趣的 在海外交流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收获 这次交流的经历 都给了我很大的收获 例如我都认识到很多新的朋友 甚至乎现在 其实我都和他们是有绿络的 另外看回资讯科技这一方面 其实我都可以了解到 其他城市和国家的发展 从而了解到香港本地 还有什么发展空间和值得参考的地方 除了海外交流之外 实习方面又有什么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实习的话 其实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公司去选择 而且他们的业务范畴都是五花八门 所以同学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能力 去选择自己想做的公司和职务 我自己就对网络方面是有兴趣的 所以我就选择了去一间电讯公司去实习 其实在实习的过程里面 上司和同事都非常包容我的 尤其是我的上司 他非常肯用时间和用心去教导我 我都很感激他 是可以放心地给一些项目我自己去处理的 在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 怎样运用在实习工作上面 和这一次的实习经历 对于你日后有什么帮助 首先绝对在运工上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刚才也提到 在资讯科技这个行业里面 很多雇主其实都很注重认征者的工作经验 所以如果有一年的实习经验的话 其实都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优势 另外实习都可以给我们了解到 企业工作的环境 因为有些东西其实学校是不会教的 例如上班会有年假要我申请 强职金的安排等等 所以这一年的实习经验 其实都是为我们毕业后 涵接往后的工作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其实都可以应用在实习工作上面 但是其实主要都不是说在课本上面的硬知识 而是累积而来的时间管理能力 社交能力和抗压力等等 我知道你即将毕业了 会不会已经想好未来的职业方向 那我都打算起毕业之后去参加一些毕业生计划 去再深入了解其实我皇后想会起一些什么的部门工作 因为选择都有很多的 例如由前端开发、后端开发、资讯安全和维护等等 成大在这方面提供什么的支援 帮助学生制定发展路向 成大其实都有很多学生就业的援助 例如全年一直都会有邀请不同的公司 过来去介绍他们自己的公司和不同的职位 而且这些公司的业务范畴都非常广阔 所以同学都一定会找到自己心水的公司 而且学校一直都会有不同的活动 给我们参加去提升自己的就业力和领导能力 例如有改善自己CV的班 学习面试技巧的班等等 所以同学其实都不会担心自己在找工上会有太大的问题 今天谢谢Canton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精彩的校园的经历 谢谢 这期间目前为续记忆尔勇想会发行 suppli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